高雄市警方8号再度破获一家枪支改造工厂 查莫五把改造手枪 一把冲锋枪以及91发子弹 不过已经有蓝营市议员质疑 高雄市黑枪泛滥 难道只有他没枪吗 高雄市市民是出门要加防弹衣跟头盔 才能够出门防身 是不是现在的歹徒 这个涌枪致重 那枪支泛滥 之所以会这么说 是因为高雄市光是一二月份 就已经发生17起重大刑事案件 例如一月份曾发生百万名车停在路边 遭人开枪乱射 二月份高雄市凤山区又发生好友争吵开枪 造成一人死亡 三月份也有鲁人乐鼠嫌犯 在美术馆附近开枪拒捕 被当场击毙 几乎每个月高雄街头都传出枪响 因此党内网友也提问 在韩国渔任高雄市长时 曾积极到高雄坐镇治安的台内务部门主管徐国勇 这次要不要来呢 以台警政单位的资料来看 过去三年 全台湾的速枪绩效 从2000多件降到1400500件 绩效逐年降低 而高雄市的速枪绩效 也被蓝营市议员质疑罗斯松了 警察局也会协同我们警政署 针对速枪这个部分 必须做专栏的一个扫档 对于有没有黑枪泛滥 高雄市长陈其迈没有多做评论 但语气似乎也不是很满意 毕竟民众的感受 比数据呈现来得强烈 此时只能多做少说 用行动来扭转印象 请不吝点赞 订阅